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1月10号召开会议 听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 20条措施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 当前新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 全球疫情仍处于流行态势 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 我国是人口大国 脆弱人群数量多 地区发展不平衡 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一些地区的疫情还有一定规模 受病毒变异和冬春季气候因素影响 疫情传播范围和规模 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防控形势仍然严峻 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定不移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 坚定不移贯彻动态精灵总方针 按照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会议指出 要适应病毒快速传播特点 切实落实四早要求 以快制快 避免战线扩大 时间延长 要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地区 疫情歼灭战 采取更为坚决果断措施攻坚 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绝不能等待观望 各行歧视 要坚持科学精准防控 提高防疫工作的有效性 准确分析疫情风险 进一步优化调整防控措施 在隔离转运 核酸检测 人员流动 医疗服务 疫苗接种 服务保障企业和校园等 疫情防控 滞留人员疏解等方面 采取更为精准的举措 要大力推进疫苗药物研发 提高疫苗药物有效性和针对性 要在落实各项防疫举措的同时 加强分析研判 必要的防疫举措不能放松 既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 又要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纠正层层加码 一刀切等做法 要全力做好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服务保障 切实满足疫情处置期间 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看病就医等 基本民生服务 加大对老弱病残等 特殊群体的关心帮助力度 解决好人民群众实际困难 尽力维护正常生产工作秩序 要做好重点人群 疫苗接种等工作 助劳疫情防控屏障 会议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充分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 兼具性 反复性 强化责任担当 增强斗争本领 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 抓时抓起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做好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 坚决打赢 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